歡迎大家收看《要財財經台》 新美嘉賓來自《要財政血》研究部的高級分析員黃華豪先生 Rafi 你好 亦想問Rafi快點打電話來電話號碼2804-6566 電源地址是ask-bstrong.com 事不宜遲,先聽家庭觀眾黃小姐的電話 黃小姐 你好 你好,想問什麼股份 問2628公人壽和客人 好,先回答2628,你買了貨嗎 未買 2628現在21元跌1.1% 股價由年初高位27.5元已經跌了不少 問Rafi,兩個加日後便會公佈業績 即前可不可以買少住 如果以國壽來計算,接下來便會出業績 業績方面,其實預算是會一般 因為始終去年也有眼見的 一來,國內的事就不算十分之好 兼指他本身也叫做之前的刑警 預期外年有各個明顯倒退等等 變相出來的業績來說,應該不會十分之理想 所以有沒有炒業績的因素 我覺得這件事看得比較忠性 反而來說就是看業績之後 究竟無論管理層好 對於今年內地的市也好 或者內地的受險市場發展上 有沒有特別的言論出到來 而至於自己這樣說 這一刻,勢頭是弱點的 但始終自己對今年的市 其實都不斷由年初說到這一刻 也是的 中長線來看,都依然是叫做樂觀的 甚至都覺得受險市場來計算 發展應該都會有進一步 比去年為止好一點 所以我相信應該有些反彈 只不過是這一陣回調 回到什麼時候 所以如果你想買 我覺得可以考慮類過 中線的部署 看看有沒有機會 在即前也好 或者即後也好 大概股價落下近20.5元 因為20.5元 這邊位置不再穿下去的時候 這些位置買下 我覺得可以叫他試一試 甚至以我高位上看 其實從大概27.5元 28元到這一刻 21元邊 其實下了6.5元的時候 我相信整體回落 幅度都已經叫七七八八 或者叫不少 所以我相信 看二十個半 如果這位置能夠支持得到的時候 我覺得慢慢的 你又要買下 肯爭少了中線的心態 先以大概這一刻高位 23.5元左右 至24元左右 除非目標價的話 其實都可以考慮等等 黃小姐 這個分析是2628 你想問哪一隻 762 中聯通是嗎 這隻是買的 還沒買的 這隻都還沒買 又是問一下可不可以買入 現價最近是10.8元 現在升上半個百分點 你看到上個星期的低位 都見過10.3元 現在輕微反彈一點 但是業績剛剛公佈完了 是不是可以支撐股價 有個明顯一點的反彈呢 如果真的以業績來說 的確是支撐股價上來的 但我建議你買完通也好 比較叫做短線一點 反而真是炒出一些落後因素 因為沒錯 上星期剛才你剛才提到的 受分業績的所謂的帶動 其實是抽過一陣上來 業績出來當然是叫做 令大家都叫做幾有個驚喜 叫大家之前的營起 有個更加好的看法之餘 更加有當中的數字上看 都比較不錯的看法 變相股價有一個低位的回升 甚至還有一件很重要的就是 之前發了營起的時候 其實股價是沒有升到的 反而來說是掉頭向下 有個幾明顯的背時現象出現 所以到了這一刻 真的業績出賣力的時候 反而才有個炒落後因素炒上來 所以我幾件事 如果你想搏的話 短線是可以試一試 看看這個落後因素 能夠令股價再上網 以價來說 其實大概現水平這些價位 10.7、10.8度去試一試的話 我覺得不是太大風險 反而需要強調 始終以短線操作 暫時以高位度 11.6度 除了這些位置之餘 更加接近50天線 11.6度 我覺得是這一站的短站目標價 反而下面的 穿得更加低位 10.3度 以下的考慮到指示離場 暫時中線不太建議 短線也可以去試一試 是的 好嗎?王少爭 謝謝你 謝謝你 我要再聽一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陳太 你好 你好 想問什麼股份 39006成 我只欠了7買 是 在3月8日買 我見他今天衝穿了20天的線 想問一下 我看不看這個 趁升多了的時候 先下車 好 都開了接近一個月 是嗎? 是的 好 3900公佈業績 去年多賺了九成 所以你見到估計 今天升成1成2上來 做13.72 回到家庭觀眾的買入價 現階段 要不立即平手離場 我覺得稍微等一會 因為你13.7買 和現在13.74 其實差距不算太大 甚至乎以買入的時間來看 都是3月初 和現在接近3月尾 即是開大半個月 也不算開得太久 所以我覺得不算 無論操作上看 不是說開得太辛苦 這刻多值得稍微拿著 以六成來計算 剛剛出了的業績 其實整體算是不錯的 特別當中看到 銷售有明顯的上升之餘 更加有七百多億的帳目 未入帳 未入帳 未兩年都會入帳 現在兩年銷售上看 應該有一個不錯的支持 甚至不斷說六成的最大的問題 就是個案負債因素 去年業績大降 去回四成九 較個案100%留上 有個好命的舒緩 當中受惠九倉的入股 和融創中國的資產套現 等等因素的帶動 但估量也好 負債這樣降下去 一定是個不錯的事件 雖然令到股價 今天也有個再做回升的現象 突破20天線 嘉年觀眾也說到 但我記得這刻突破20天線的時候 其實形態算是不錯 我覺得可以稍微等等 看看有沒有機會在短期內 挑戰14元這邊位 如果要做比較短線的真實操作 看回14元先 去到這些位置破不到的 才考慮到小小的指責離場 當然要破得到的 繼續上升到大約15元這邊位 所以我覺得現階段 遲形保太絕先 先以14元做回這一站的目標價 好嗎?陳太 好 謝謝你 謝謝你 順便和大家看看 內房股板塊的表現 亞居樂方面公佈業績 年賺50億 按年升22% 股價升2.5% 另外中海外方面 現在最新升5仙 做21.25 升0.25% 另外華洋之地 升3仙 做21.2 升幅1.5% 另外碧桂園升4仙 做4.1% 升幅0.99% 另外今生華房地產 最新做13.7元起跌 富力地產跌1% 做12.94元跌1.4元 亞居樂剛剛提到 現在升2.5% 做9.28元 升2.3元 亞居樂方面指 今年合約銷售額是420億 按年增長27% 另外合景泰富 跌2.3% 做4.67元 跌1.1元 遠洋地產升2.5% 做4.6.3元 升1.1元 恒大地產升1.75元 做3.49元 升6元 越少地產跌1.76元 做2.3元 跌4元 略略說一說 整個內房板塊 業績有好有不好 整體來說 有很多個不好的業績 業績有些比較一般 好像業績 業績比較有一點 但正如你所說 整體來說 整體的勢頭 其實這一陣 內房都會慢慢叫走上來 甚至以基本面來看 之前那陣令到 個別股份大跌的最主要因素 就是一些調控因素 特別之前所說的 新國五條等等 到這一刻 新國五條 本來是本來 今個月月尾 就會直接生效 但見到個別地區 省市來計 其實好像有些少少所謂的 今天報導都有說 所謂的拖子缺 有些詳細的細則等等 全部都是沒有一個框架 或者沒有一個出台的因素 變相很多這些所謂的 國五條因素 就是國五條來計 遲遲都不能夠實際 在個別地方推人 變相很多所謂 有條控的政策 實際對個別公司 這一刻就是沒有太多的 負面困擾性 雖然形成很多內房 再加上所謂的業績整體 都是很多個不好底下 今天有個明顯的回勝 所以我頗相信 短線有望 是繼續炒多一點點的一陣 但正如今年回來這麼說 中線來說 內房就看法叫做普通一點 或者一般一點 因為始終一來 我相信 政策上的調控 應該會越來越有所謂的嚴重 或者加大在這裏 如果接下來內地的樓市 仍然是暢黃底下 以中線來看 有這些政策所謂的困擾的時候 未必做得太過好 而且以來 始終不斷強力 以去年的相關銷售情況來看 差不多大部份 都在這麼亮麗的成績下 數是大了上來的 如果基礎這麼大下 今年要去到 再有個明顯的增長 或者明顯的支撐性 我會覺得是有比較難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增長未必能夠 在之前這麼強勁下 有機會令到反而個別的內房 會是中線看下 不是太好的看法 所以我自己覺得 短線有望抽多 但中線依然比較有保留看法 始終因為內地的調控政策 都不知道是何時嫌 何時鬆 所以中長線看的話 可能風險性比較大 不如繼續回答家庭觀眾的電郵 收到何先生的電郵 問兩隻股份 分別是編號2178的八勤油服 和816的華電福生 兩隻都持有了 想問一下Wafi兩隻股票的前景 是否可以繼續持有 不如先回答2178 八勤油服方面 現價是4.76 買入價是3.28 表面上利潤不少 是否可以繼續持有 當然 你說利潤暫時有這麼可觀 我都叫省來拿著 如果沒有記錯 3.28 正正就是八勤油服的上市價 數量上市到這一刻都持有 上到4.7多 其實以帳面 有一個半的利潤的時候 百分比上計非常可觀 也在這一刻的逆市中 或者市況仍然反覆下 有這樣的斬負其實相當好 所以我只見到這一點 都很值得繼續持有 而且二年一萬因素 叫做炒上這所謂的八勤油服 其實幾因為它的業務性質 大家和之前市場當炒的二百勤氣概念 是叫做不約而同 有些相關的概念是叫做帶動 形成無論這隻股份 雖然實質不斷說的 就是市值或者規模上是比較小 但只要你夾走這些因素底下 一炒的話就容易被炒起來 所以形成這一刻 大家仍然有一個比較好的看法底下 叫做炒上座 但我覺得這樣看 如果你想定一些所謂的 安全一點的價位 或者指賺位來看 我覺得從圖表可以以大約4.6 因為4.6其實你拉過去看 正正就是上市第三天之後的高位 你看到這個高位之後 其實慢慢落一陣 或者賠回了一陣 才再抽 所以我都可以看回4.6 做回初步的指賺位 下回來的才考慮去到指賺離場 如果一天都不穿的時候 先拿著 看看有沒有機會再試一試 突破五元樓上這邊的位 可以繼續拿著先 剛剛說的這隻八勤油福 2178 另外就是816華電福生 他自己在2.08先買的 現價做2.05先 他就問一下 現在前景如何看 是否繼續拿著 如果以華電福生來計算 如果2.08先和一個價位叫差不多 怎樣去部署 當然這個價位不是算 即是虧算十分之大 或者都叫差不多 距離現價了所有的水平來講的時候 這一點是值得稍微叫做拿著先 繼續觀望著 而且以來 之前沒有錯 華電福生是受回藍車方面的 一些叫減持因素 曾經是叫做落過一陣 但是跌幅也都不算十分之大 或者見到去到20天線左右 其實是有個支持人慢慢打上來的 所以這一陣其實見到20天線的 承托力都幾強或者幾夠 所以我都可以叫稍微等等 只要後市都是那一句 大概1.9或者1.90 埋近10天、20天線的位置 不再穿下來的時候 我建議一下就不用這麼急走 因為到時穿下來的 都是距離你賣價 大概虧了1毫子鬆一點 就是差不多可能埋近1成左右的一個止洩 如果以短炒 或者這些當炒股份來計算1成 那我都可以叫做博得過 暫時拿著先 看看有沒有機會 如果這些位置能夠守得住的時候 看看有沒有機會 突破之前高位2.14元 可以升級大概2個月 做初步的目標價 是的 繼續拿著 好 多謝何先生的電郵 希望Rafi的解答幫到你 穿下來內地股市 好像沒有太大的變動 現在上市指數最新跌不足1點 2,327點 另外滬深300指數跌2點 2,616點 另外深圳城市跌25點 最近是9,317點 內地股市是否繼續浮沫沉沉為主 相信短時間也是 正如今早這樣說 內地市這一陣其實很反覆 沒錯 上星期見到好的數據所謂的帶動 特別是當中匯豐中國PMI初食 但帶動上來之後 今天又再叫做反覆 或者會悶下來 那是甚麼因素 正正今早說過就是後市來計 大家這一刻都對IPO重啟 有個少許擔憂性 因為某場上都怕重啟之後 會抽走市場某些流動性 某些資金 認識過又再有緊迫的情況下 確實未必能夠短時間再向上升 所以形成這一陣 叫做是反覆少少 那以技術上去看 你見到下面 其實特別上證地說 由今年回來好 或者三月份都好 其實兩次都試過 大概2230點這位置 那我相信下面都以這個位置 做一個比較中短線的支持位 而上面來看 看看能不能夠撐得住之後 再試一試今年的高位 大概2440點左右 所以我相信短時間裏面 如果沒有太多實質的 即是叫好 沒有因素來看 都依然跨著大距的 約200點區間上落 好,謝謝Rafi 那麼詳細和我們 解釋了這麼多問題 以及分析的市場 麻煩你也要申請一下 剛剛提到的股份 你有沒有持有的 沒有的 我們這節時間差不多了 一會一會一會 一會一會回來 我們下個環節 每支股的環節 劉慶族主播Licole 和我們遠志希的分析員 會繼續為大家 每個星期推介一支股份 一會再見